大国外交最前线 欢迎各位关注 大家好 我是刚强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今天在这里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要欢迎的 是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地区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个大国 阿尔及利亚的总统 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 此访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国家元首 15年来首次访华 也是习近平主席和特本总统 首次线下见面 相信很多经常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会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在每次欢迎仪式的现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都会演奏一首来访国的特色音乐 那么这次为了欢迎特本总统 任期内的第一次中国之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特意排练了 就是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 在阿尔及利亚家喻户晓的进行曲 叫我们的阿尔及利亚 中国的大国外交既有盛大的礼仪 也有温馨的时刻 这体现着中方的精心的安排 也是一个礼仪之邦的代客之道 习主席和特本总统一会将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内举行会晤 阿尔及利亚是非洲战地联系最广的国家 是世界上重要的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 那今年也非常特殊 是中华两国建交65周年 在这65年里 中阿两国始终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彼此支持 两国的双边关系堪称是典范 是真正的患难之交 信义之交 65年前 中国是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 而在60年前 中国向海外派遣的第一支医疗队 就是赴阿尔及利亚的 在1971年的10月25日 作为两阿提案的共体国 阿尔及利亚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4年 中阿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阿尔及利亚成为了首个 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 除了这些首次 中阿之间还涌现出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展现了很多实打实的成果 那不仅是雪中送炭了 更是锦上添花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 中国向海外派遣的第一支医疗队 就是赴阿尔及利亚的 到今年呢 已经整整60年了 在这60年的时间里呢 中国共向阿尔及利亚派遣了27批医疗队 累计诊治患者达到了2700多万人次 在阿尔及利亚呢 有超过1万人名叫西诺瓦 西诺瓦这个词呢 在法语中就是中国人的意思 因为他们都是由中国医生接生的 而说到合作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 阿尔及利亚一直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坚定支持者 阿尔及利亚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之一 那中国呢 也是阿尔及利亚的基础设施最大的建设者 是阿尔及利亚推进现代化工业化进程最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了 我们知道在阿尔及利亚新版的1000蒂纳尔纸币上 就印着由中国公司成建的阿尔及尔大清真寺 那么在新版500蒂纳尔的纸币上呢 则是印着在2017年的时候啊 在中国的西昌成功发射的阿尔及利亚的第一颗通信卫星阿星一号 所以在两国建交65周年之际 此次特本总统的中国之行 相信对于两国来说呢 将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深化互信 拓展合作 增进友谊 大国外交最前线 我们持续关注